9%又出大新闻,见面会状况百出 近日,人气男团9%又举行了家场见面会,让喜欢他们的粉丝可是有福了,可是这次见面上出现了不少的状况,粉丝还表示看得和开心,这是怎么回事。 作为9%的队长蔡徐坤,一直都有着超高的人气,所以粉丝给他带姻缘首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,可是有一个首服却成功因为他们的注意,在首服上竟然要民政局见。 而且还是范城城只给蔡徐坤的看的,这一个首服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,坤坤竟然在喝水的时候还偷偷地瞟自己的首服。 可是不少的粉丝表示,坤坤还小,还没有到达法定年龄,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再想这个事情了。 在见面会上范城城不仅发现了蔡徐坤的首服,还要问蔡徐坤的长度,这也让粉丝听得激动了一把。 不过幸好这只是范城城的一个口误,她只是想要问问队长的身高,却因为自己太过紧张结果出现了口误,不过还好反应足够机智,迅速地就改了回来,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,也真诚地道了歉。 而作为对内舞蹈担当的朱正平竟然在跳舞的时候眼前一黑,她竟然在自己非常熟练地丢衣服环节出现了一个几率极其小的是,她把衣服帅气地往天上一抛,结果衣服竟然直直地落在了自己的头上,这也是干了大尬。 不过还好,舞蹈功底足够优秀的她迅速地反应了过来,顺势把衣服再一抛,继续了自己舞蹈,这也是让观众大赞优秀。 而她的粉丝也开始表扬自己的偶像,你以为把衣服正好抛到自己的头上很容易吗?数学你懂吗?概率会算吗? 而衣服也表示,初来扔得迟早要还的。 上面都是属于一些小小的失误,但是陈立农确实因为自己的身高受到了质疑。 在见面会上陈立农的身高也是受到了质疑,这与队长蔡徐坤的官方身高可是越来越远了。 在之前的官方身高中,两人是相差一厘米,在最新的图片中,可以看出两人的身高相差越来越远,甚至是直辟186厘米的王子义,这是不是谎报了身高? 不过,了解农农的粉丝知道,农农是2002年出生的,还是个16岁的孩子呢? 并不存在什么谎报身高,而是因为农农正在发育期。 之前在机场更是可爱地告诉粉丝们,发现自己的身高在猛涨呢? 看来,参加到了这一场的见面会可以见到很多其他见面会见不到的东西,这一场可以说是超值得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